我来拆一个快递 我买的蓝鸟的属线 一个是鸡肉味 香葱味 洋葱味 咸醋味 还有一个洋葱味 好 今天上午要整理一下 我的这么多的花花草草 准备清理一下一些残枝败柳 就比如这盆多肉 它里面的这些已经干了 像这种 轻轻一拔就出来了 所以我要把它们全部都整理一下 这几只是我昨天买的花盆 一共分大中小三个尺寸 我各买了两个 今天我就准备把好看的花朵全部都移植在里面 给大家看这是我新买的游泳圈 然后我现在正在给它打气 实不相瞒我刚游完泳回来才收到它 我还以为今天游泳就能用上了 哎呀终于冲好了 下次游泳的时候再带上看 姐妹们我太伤心了 我早上刚把它移出来 然后它现在就腻了 谁能告诉我是哪一步错了 很奇怪 这个呢它现在已经就是这种搭拉着脑袋的感觉 但另外一个活的还挺好的 另外一个就比较的顽强 这边这一撮呢也是有一点搭拉着脑袋 但是没有关系 希望它明天睡觉之后就能恢复生气吧 现在已经是半晚了 待会儿我和我妈妈两个人要去吃一家非常好吃的美娃火锅 我们现在到吃饭的这边啦 我们今天就是要吃这个未知觉美娃 这条街呢全部都是吃的 我觉得未知觉这家虽然是连锁店 但是味道还挺好的 我觉得他们家的锅底是蛙招味很重 好吃 好吃吗 好吃 他们家的蛙真的是非常新鲜和嫩 每次吃我都觉得蛙的品质是非常高的 一般我们在四川吃这种美娃鱼头都是打到原汤碟 如果它辣的话也可以用香油碟 我的这个调料碟里面就打了香菜 香葱 蒜泥 小米辣 榨菜 里鹅 黄金豆 就是炸脆了的豌豆 这个鱼也是超级的 一鸣就挖了 好肥美的娃娃 前几天我去吃了成都的南火锅的分店 个人觉得没有重庆的好吃 首先是它的锅底在图县只有汤锅 但在成都就有鸳鸯锅 主要是它的那个锅底没有重庆的辣 而且我最喜欢吃的那个骨肥肠 根本就不怕吃到后面跟吃口香糖一样 这是我从自己沙里带的 你觉得谁终于自己打伤 你能吃几只啊 我不吃啊 我不吃啊 嗯 你呢 我能吃不吃啊 他们这个挖一斤 也就是一两只两三只 一个人能吃两斤啊 我们总共就要了两斤 我觉得这个挖个头有点大 为什么有的人不敢刷 就是看到这个小手很可怕 小手 鱿鱼 我每次吃这种辣的东西就喜欢吃到最后再放点醋 这样就可以吃到两种不同的风味 像他们家这个锅底就有很多的花椒 我一般吃的花椒呢 我就会把它给撕掉 我公司有些同事 包括蜜蜜 我觉得脆脆的挺香的 你们呢喜欢把它嚼了还是撇料 刮大腿的这个肉是脆嫩脆多的 你看它像个蜜蜜木偶一样 下面撕掉 感觉我的嘴巴又要肿了 刚吃饭之前跟我妈在搭我们两个还吃了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那个特别好吃的冰粉外卖 我们一人吃了一碗冰粉 然后一起吃了一份土豆 那三个外卖碗干干净净 一点都没剩 那个冰粉真的特别好吃 是我在成都吃过最好吃的 现在我已经吃到尾声了 所以我准备在我的碗里加一点这个饱米醋 吃到最后呢加点醋来吃吃素菜 特别有味道 这个我太脆了吧 今天我跟我妈妈两个人吃的是在网上团的双忍餐是118 顺量还可以 两个女生吃差不多 有男生的话感觉还是有点爽 每次我妈妈来成都 我跟他两个人都吃的特别疼 整号今天下午有了一下蛙用 然后晚上吃蛙 补了一下腿 味道是很不错的 值得大家来打开 嗨集美们 我现在刚取快递回家 我们一起来拆一下今天的快递吧 我最近特别爱说 这是我新买的耳环们 还买了一个特别浮夸的 这个是一个法菇 再先咨询一下 大家你们的家乡 说这种法菇叫什么呢 在我们广园 我从小到小就叫牙法 特别浮夸 就是一个水钻的 然后后面呢 它有这种亮晶晶的 这个应该披着头发的时候 带它应该还错 这个也特别的美 这个是一个珍珠的耳钉 这个是一头是一颗珍珠 然后另外一头是可以把它 带在耳骨上的一个耳夹 给大家看一下 是这样子 因为我现在耳骨上有一个耳钉 然后第二副耳环呢 是一个这种耳圈 是一个金色的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夸张一点的款式 搭配衣服的时候再给大家试吧 感觉这样看不出来 笑了 最后一副就是这个 特别简单的一个银色的耳圈 它质量还挺好的 比较有分量感 下一个 这个呢 是一瓶女性吃的维生素片 这就是我逛我们楼宝 随便选择的一家 因为我之前那个维生素片 已经吃完了 这一次呢 我就换了一个品牌 吃一吃再说吧 也不知道怎么样 这个是我买的一本 一本杂志 这个是家人的八月号 这一组周迅的照片特别好看 它的那个造型 包括它这一次尝试的妆容 是这种全包眼线 稍微有点烟熏的感觉吧 我觉得挺好看的 很适合它 就看起来特别的摩登前卫 这个是我买的一个刷舌胎的东西 送了一条这个漱口水 这什么鬼啊 这个怎么没有刷毛呀 跟图片不一样啊 你看它就是一个扁平的 这也太奇怪了吧 您猜怎么着 是我自己以为错了 它本来就长这样 我看这个图 好像就是这样直接刮的 因为我之前买过那个狮王的 它就像是一个小牙刷一样 到时候试一下好不好用 估计smite积累了哈 好啦今天的开箱到这里就结束了 触不及放